国内网络色情泛滥 NCC从民国99年开始 陆续编列了3000多万元 委托社团法人中华白丝带关怀协会 成立WIN网络单一窗口 专门受理民众所检举的网络色情案 但是四年下来却是连一件财法案都没有成立 还有两年前发生的九岁女儿网络原交 都已经创下了国内最小年纪原交记录的色情网站 居然还可以继续营业 去年NCC又把预算提高了一倍 委托这个同一协会来办理 不过立刻也遭到了监察委员之一 是浪费公帑成交不章